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11月9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台北股市自從見到13031的高點之後 已經在高檔震盪了三四個月 終於在今天傳出來 美國的一個總統大選 現在拜登終於能夠確認 能夠勝出 當然除了川普還不承認之外 大概已經沒有太大的懸念了 這時候美股的一個旗子 算先大漲 台北股市今天也趁機 開高走高 收盤大漲了153點 盤中最高來到13149 突破了13031 創下了歷史新高 但是我相信你今天看到電視上 很多投顧老師都會跟你說 早就告訴你大盤加權指數 還會繼續創實歷史新高 所以買股票就對了 買了就會賺錢 但是各位投資朋友 先問問大家 你在今天指數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手上的股票真的有跟著賺到大錢嗎 還是又一樣 就像憲榮老師所說的 賺了指數卻賠了價差呢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你都會說真的 又被憲榮老師講對了 指數創新高 指數看起來在漲 可是手上的股票沒有賺 還是在套牢 還是在賺了指數賠了價差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來看一看 這幾波 當加權指數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四個月前 一堆投顧老師在推薦的生技防疫股 其實當時憲榮老師都有再三提醒大家 那時候加權指數爆出歷史添亮 三千多億 我說未來指數爆大量之後 就算能夠再創新高 很多股票都高點不再來 誰呢 當時點名的就是防疫股 來看一下有圖有真相 這7月29號寫給全國會員分析日記 我說回顧台股過去30年的歷史 每一次資金瘋狗浪行情過後必然留下滿目瘡儀 也就是這地方除了指數泡沫行情破滅之後會急速下跌之外 重點是過了這多年之後 加權指數還會再漲一波 但是那時候最多人追逐的股票高點都不再來了 想想12682時候的國泰 張銀 易銀 華銀 10393時候的威盛 和申堂 股價都是一千多塊或是999塊 98959的一個宏達電 易通 茂迪 11270時候的漢遜 國巨 後來指數再創歷史新高 有再創新高嗎 沒有啊 多少人都還套在一千多塊的三商銀國泰人壽就算了 對不對 宏達電一千多塊也回不來就算了 兩年前的國巨一千三百塊也都還不回不來 那當時我們特別提醒 7月份最狂熱的生技股很有可能就在這一波考草高 散戶強勁 主力退場之後 股價又會打回原形 高點不再來 結果各位投資朋友看看是不是這樣 四個月過去了 當家權指數今天終於在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四個月前 那時候瑞姬榮登的生技股新股王 說他的新冠檢測試劑 銷售強盡成長 一堆投股老是喊進之後 現在股價最低跌到133 今天指數大漲有沒有漲 有啊漲停板 多少錢 152塊半 你會看到還要再漲個兩倍 再漲個這個將近三百塊 才回得去 包括了ABCKY瑞茨 也是同樣在四個月前 說他的這個新冠試劑獲得美國的授權 股價跳空一個漲停上來 一堆投股老是又在喊進 到現在最低跌到74塊1 今天指數創歷史新高 今天在股價收盤82塊3 你會看到還要再漲個100塊 才回得去啊 好那你說生技股太投機了 真的不能碰 可是不只生技股啊 多少電子股 很多人覺得安全吧 指數創新高就會漲吧 畢竟他是台股的重要的主流 結果呢你看一看 最安全的就講瓶蓋股的可乘好了 四個月前 報紙消息傳出來 可乘擁有千億的銀彈 準備啟動併購來擴度這個加速成長 那一天股價還跳空一個大漲上來 很多投股老是就說 這叫第一檔帶量突破 因為畢竟他的歷史高價在402塊 對不對 現在才200多塊 很多人說這個股價低低的剛轉強 不用怕買了就很安全 結果你看到 現在指數創歷史新高漲到13149 不要說歷史高點的402塊 對不對 7月份股價最高237塊半 那個跳空突破上來 到現在跌到最低174 今天收盤185 下殺破底 也還在一堆人套勞在裡面 更不用講大力光 4個月前公布7月營收說優於疫情 連外資都出了報告 調高目標價還買進 結果下殺破底 跌到2945之後 今天收盤3265 對不對 還差了1000多塊 才回得到7月份的高點 這樣指數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一堆人又是賺了指數賠了價差 一堆股票仍然套勞 那不要講那麼久以前 兩個月前那時候洪基 不也是說他 因為疫情的關係 居家需求 居家上班的需求 帶動了notebook 大幅度成長 洪基漲到26塊7 也是一堆頭顧老師在喊勁 結果反轉下殺 上個禮拜跌到最低227 今天漲上來也才23.55 不要講歷史高點 那太遙遠了幾百塊 就這樣兩個月前的26塊7 也是一堆人買了之後 至今套勞在裡面 圓展更不用講這種小型股 一殺下來就是將近腰斬 一殺下來漢權也是跌了三成多 這些股票 其實如果你有看其他 投顧老師節目 你可能都還記得 都是兩個月前 三個月前 四個月前 一堆投顧老師在喊勁 說一看好的股票 告訴你指數大 這個高檔不用判 可以繼續買 買到現在指數 創歷史新高了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會發現 確實一堆股票 又是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而且這不是少數 當今天加權指數 最高漲到13149 創下歷史新高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統計 發現現在跌破半年線的股票 跌破半年線什麼意思 代表過去這半年 你說指數再創新高上來 去買股票 確實大半的人都套牢 高達了157檔 而且重點是這100多檔 都是你耳熟能詳的 大力光 金測 玉金光 上銀 建測 大疆 有沒有 一堆股票 智邦 都是不久之前 還一堆老師在喊勁 當指數在創新高 這些老師告訴你 你看早就告訴你 買就對了 就會賺錢的時候 確實讓一堆投資泡 到最後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然後看起來 半天賺金條 滿手都套牢 那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憲榮老師 之前就已經再三提醒過大家 當第一個 加權指數已經來到 13000點的歷史高檔 你會看到長線大戶 其實都已經退場 剩下的都是短線大戶在裡面 短線大戶在裡面 做什麼 做隔日蟲 常常股票拉個一根紅棒 看起來叫突破 叫轉牆的時候 隔天可能利多煎爆 一堆散戶去追高買進 人家馬上反手就出 出了可能就是讓你套牢在裡面 包括今天指數大漲153點做收 其實都一樣 指數看起來是大漲153點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今天好多股票 上個禮拜五拉出長紅之後 今天怎麼樣 反手下殺 像高價股的犀利 上禮拜五漲停板 上禮拜五漲停板 今天指數繼續大漲100多點 結果股價開個高 馬上下殺翻黑 收盤重挫85塊 不只5269的翔碩 上禮拜五也是拉到漲停板 今天開個高 又吸引了散戶去搶進之後 馬上又反手下殺 那會不會到最後 又跟之前的可乘 紅機都一樣 拉個一根紅棒 散戶一追人家就出 出完到最後指數創新高 一堆人卻會套牢在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我都提醒 這個結構目前來看 都沒有改變之前 你要操作上面 務必要小心 更要去注意的是 那接下來的行情 今天當大盤指數 因為消息傳來 美國總統大選拜登勝出 美國的旗子電子盤大漲 NASDAQ又漲了200多點 可是我之前就提醒過大家 美國大選之前台股是持續高檔震盪 美國大選之後或許會有慶祝行情 甚至13031的高點 如果能夠多方攻擊量2000億出來 突破都有機會 但是記得那個慶祝行情 不管誰當選 記得都是高興個一兩天就好 那接下來要特別注意的是 很多人說現在大盤的融券 余額來到94萬張 你看到兩個月前才60幾 60萬張左右 現在增加了30幾萬張 所以就會引爆大嘎空行情嗎 其實這我之前就跟大家提醒過 你對這個地方看到大盤的融券大增 你認為就會有大嘎空行情的時候 一定要先去研究一下 那這一波的融券到底在放空些什麼 其實仔細一看就知道 從九月份到現在 融券增加了30萬張沒有錯 但幾乎都是在融券放空 空單都增加在一檔股票而已 一檔ETF 誰呢 富邦VIX 有沒有看 在這裡他融券只有6萬張 現在已經達到36萬張 這一波大盤的融券大增 幾乎就是 完全就是他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 跑去放空富邦VIX呢 好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就兩個字嘛 套利 為什麼說套利 因為這地方 如果你仔細去看 就會發現 原來這地方富邦VIX的一個溢價 現在已經超過了多少 超過了10%高達是4% 所以就會有一堆人 一方面跑去買富邦VIX 他所連結的VIX旗子 在美國有在奇交所掛牌 交易對不對 他可以去做多VIX旗子 然後放空富邦VIX 鎖定中間的價差 然後你看到了 這兩天富邦VIX 開始暴跌下來了 你說這些放空的是被嘎到了 還是大賺了 其實人家在做套利 在賺錢 對不對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大軋空行情 當然我會提醒大家 不要想太多 這個部分不要想太多 再來更要注意 那你很多人說 外資今天大買股票 好我也提醒 今天外資一方面 左手買股票 右手卻是大賣旗子 3000多口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 就要很小心 我認為過高突破歷史高點之後 這是在又多之後 往往有經驗的人會知道 最危險的時刻就在這裡 後續就觀察 如果外資今天買了股票 賣了旗子 接下來就變成一日行情 外資又開始翻手賣股票 常常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再加上台積電 今天仍然沒有過13031高點 成交量也沒過13031的大量 這種狀況出來 都比較有機會 有可能會成為所謂的 假突破之後 再度的拉回 好一點 繼續高檔震盪整理 不小心可能就這樣反轉下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還是提醒大家 務必要步步為營 不要看到台北股市 今天創的歷史新高 又覺得這裡就是要奮不顧身 跳下去買股票的時刻 在這裡仍然提醒大家 想要穩中求勝 那麼我們的快打當中作戰計畫 盤中滿手盤後空手 先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 又能夠穩中求勝 掌握賺錢機會 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當然很多人說 憲榮老師 你幹嘛一直提醒大家 注意風險對不對 講這些我也常說 其實對憲榮老師來講 如果是為了做生意 其實沒有太大幫助 很多老師為了做生意 反正就告訴你 不要怕拉回找買點 漲了也告訴你 還會繼續衝 趕快買就對了 天天叫大家買買買 買個不停 到最後當然 想要參加投顧老師的 大部分都是想買股票 所以他們很容易做到生意 多賺一點業績 可是這種事 到最後 讓投資人到處買到處套 四個月前 買一堆生技股套在那裡 買了一堆可成套在那裡 兩個月前 又買了一堆所謂的一個 居家概念股 這個紅機 圓展 漢權 套在那裡 結果他們賺走了會費 害了投資人套在那裡 這種事我只能說 憲榮老師真的做不出來 因為我一直強調 我成立極品操盤團隊 就是希望成為市場上的標竿 提供大家最專業用心 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所以保護會員朋友 永遠是我操作第一要務 而幫助會員朋友 能夠真正的將獲利 放進口袋裡來 這才是我們真正 最重要的使命跟責任 所以為了達到 這樣的使命跟責任 我也強調 在這個階段 指數在歷史高檔 更要注意風險 所以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們所說的快打當衝 因為我們的當衝是這樣 盤中賺了就走 有賺沒賺盤後保持空手 是不是能夠幫你把風險 降到最低最低 又能夠輕輕鬆鬆 掌握賺錢機會呢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繼續 利用當衝的方式 穩中求勝 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 先把風險降到最低 再來掌握賺錢機會 當然你會看到 我們的當衝 就不是BGM經 隨便盲目的亂衝 而是每天按照專業的SOP 觀察好盤式 決定多空之後 選出符合條件的個股 那什麼叫符合條件的個股 很多投資朋友也在問 憲榮老師你都挑哪些股票 原則上第一個 憲榮老師都跟大家講 因為我是在帶著會員朋友 人數也不算少 來做一個大量的進出 所以我不可能去買一些太低價 或是太量小的股票 就算他們會急漲 那個我們都只能看不能做 因為就算看到有大戶在進貨 如果一堆的會員朋友跳進去買 人家發現了都可能反手到貨給我們 所以我不碰太小的股票 低價股小型股對不對 憲榮老師帶會員朋友操作 看了久的都知道 專做包括高價股或是熱門的股票 這樣才能夠好盡好出 但是重點是找到符合條件 當攻擊盤做短多 我們會找大戶進貨轉殘的股票 當這個整理盤我們要做短空先賣 我們會找大戶出貨轉弱的股票 在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機率理性操作 當天進當天出 看準目標再來精準出擊 那像今天我們來看一看 憲榮老師給會員朋友的操作指令 11月9號第一通9點15分 提到美國股市禮拜五是霞浮震盪 但是在拜登確定當選之後 盤後的旗子電子盤上演了慶祝行情 小內這個旗子今天早上 大漲超過200點 所以帶動的臺股指數 開高急拉超過漲了100點 那手盤的多方量也達到239億 但是因為這個開盤一開始 就急漲這個100多點 而且爆出預估量2500億以上 所以雖然今天的盤勢 七指早盤漲幅也大於現貨 是屬於強勢的 當然就不能隨便做空 不能先賣 那個是逆勢操作 但是也要注意指數在開高急拉 高檔震盪 注意爆大量之下 可能會劇烈的上衝下行 所以這種盤勢當然就要比較謹慎 那後來觀察到11點左右 那現隆老師發現 今天指數開高震盪 正如我所說的爆量之後 上衝下行 一早曾經大漲到170幾點 但是盤中也拉回到 只剩下漲幾十點而已 然後尾盤又收高上來 所以這種盤都屬於我說的 多空雙八盤 你去空很容易被掃停損 你去追高 尾盤也會殺下來 所以這種操作難度比較高 沒有能夠找到符合條件 足夠勝算的個股適合操作之下 我都會建議會員朋友 貿然出手風險偏大 我們就休兵一天 所以現隆老師的當衝強調 不是在賭 而是看準的目標 才要幫會員朋友 來掌握初級的機會 就像獵鷹一樣 而不是個蒼蠅 無頭蒼蠅 到處亂衝 到處亂飛 看準的目標 踩出手 這樣精準的初級 長期才能夠成為贏家 所以就要像上個月 我們發現到 10月26號同志 利多頻傳 大戶在疑似拉高出貨 建議大家先賣後買 那一天早盤賣完之後 殺下去犯黑 130.5131買回 賺進3塊到3塊搬家差 有沒有 8張24000到28000 開開輕輕放進口袋 GIS 那時候也是在告訴大家 利多頻傳 大戶持續在出貨 建議大家先賣後買 有沒有 開高走低 又賺了1塊半的價差進來 好 利基 利多見報當天 大戶在出貨 又被我們逮到 又是1塊半價差 3連勝 瑞育 利多見報 大戶出貨 又被我們逮到 又是1塊半價差 4連勝 上尾頭 利多見報 當天大戶又趁機出貨 我們又這地方 成功掌握1塊價差5連勝 所以你看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不是在賭博 不是在勉強出手 而是看準的目標 才來精準出擊 看準的目標才出手 賺錢才能長長久久 按照我們所說的 當充贏家四大要素 第一步資金控管做好 第二步看準目標精準出擊 來維持高命中力 並且在預期報酬能夠大於風險之下 我們才會出擊 最後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嚴控風險 當天進 當天出 絕包單 這樣長期下來 才有機會成為贏家 這個部分 認同謝榮老師 也希望利用這樣的方式 穩中求勝 掌握賺錢機會的 提醒大家 幫大家在這一次111購物節 特別爭取的一年一度 只要11111的超級優惠活動 已經只剩下倒數三天 想把我的投資朋友 務必利用最後倒數的機會 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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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同步 極品超盤團隊 由河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參與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同步 嘎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當台北股市今天 創下了13149歷史新高的時候 再提醒投資朋友一次 行情什麼時候最危險 往往就是在突破的歷史新高 讓所有投資人喪失了戒心 紛紛忍不住 哇跳下去買股票的時候 當別人貪婪時 你反而要懂得謹慎 步步為營 尤其今天當外資大買股票 看起來買盤歸退的時候 右手買股票 左手大賣其實三千多口 那這種狀況你就要提高警覺 再拉上去 可能都是這地方 準備要過高拉回 好一點的高檔繼續震盪 但是半天轉金條 一追又套牢 因為肋骨輪動速度太快 到處追就可能到處套 人家在做隔日衝 你就不要傻傻的 哇以為這樣帶量突破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時刻 我會提醒大家 怎麼樣能夠穩中求勝 穩穩的將獲利放進口袋 就是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盤中滿手盤後空手 先把風險降到最低 再來掌握賺錢機會 那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內容是這樣 第一個 每天早上我們最多只會給你 兩檔當衝股 看準的目標再來精準出擊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會報一大堆股票給你 叫你自己設飛標 也不會報了一大堆股票 只拿賺錢的出來講 賠錢的都不說 更不會帶你殺進殺出幾十趟 我們每天早上 最多就兩檔當衝股給你 而且是有足夠勝算把握 我們才出擊 今天沒有好的機會 我們就休息 對不對 清楚的告訴你 要先買還是要先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 獲利目標 先嚴格控制風險 再來掌握賺錢機會 沒時間看盤的 老師會幫你看著 到了假簡訊通知你 沒到假需要修正 當天帶你進 一進就當天帶你出 絕不做凹單動作 就是這樣的原則 今天沒有好的機會 我們休息 但是讓我們看準的機會 像上個月的一大波 10月26號開始操作 通知開始 先賣後買 134賣 賣完之後殺下去翻黑 有沒有最低 130 我們130.5131買回 三塊到三塊半的價差 操作八張就好 很多人一天就幫自己 加薪個兩萬四到兩萬八 對不對 不只那一天賺 隔天GIS 一塊半價差 二連勝 利基一塊半價差 三連勝 瑞育一塊半價差 四連勝 尚尾頭 一塊價差 五連勝 就是這樣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就有機會當個快樂當沖組 利用當沖幫自己 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想把握的再度提醒大家 今天我們的一個 111購物節的超值活動 倒數三天 最後的機會 想把握的 歡迎指名加入 由我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全民放 fuel 全民放